嘉义市的石猴雕刻文化已有70多年的历史 今年未配合嘉义馆月节 于106年12月16日到30日 举办嘉义市大型石猴创作赛 邀请在地雕刻艺术家 在嘉义市立博物馆前广场 进行石猴雕刻的现场创作 更能展现作品活跃的生命力 嘉义的时候雕刻是全台独有 所以我们就是特别做了这一次的 大型石猴雕刻创作的活动 其实我们馆月节已经变成是 嘉义市的一个重要传统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把石猴跟馆月 做一个结合 此次共有六组团队进行石猴现场创作 为了配合嘉义馆月节的主题 每尊石猴都活灵活现地吹奏不同的乐器 融合嘉义两种在地特色 创造浓厚的本土艺术风情 本次活动原定于嘉义市文化局前广场举办 活动开始后却因大量粉尘及噪音造成的问题 被迫欠移至较狭小 隐秘的市立博物馆广场一角 这一次15天的大型石猴 就被环保局告文化局 后来才迁到这个角落 对我们来讲就是工作到一半然后又中断 这种石猴本来就是粉尘很多 那我希望说嘉义市能帮我们找一个可以让我们去做这个创作的场地 我们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 比较希望是可以让多一点市民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意识在现场做创作 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到粉尘的问题 未来我想我们应该会再寻找其他更适合的场地 来让这些意识们来做这样子大型的石猴雕刻创作 嘉义市对于石猴雕刻的推广与保存向来不遗余力 在未来嘉义市也将持续推动这项艺术 盼能将石猴文化发扬光大 成为嘉义在地文化代表 未来我们希望这一项公益可以更被一般市民看到 所以我们未来会更积极地是做这个社区的推广 未来其实就是会等会形成一个气候 你如果走到三月直接想到就是目标 你如果走到家里就想到家里的借鉴 期望在政府与团队的推广之下 能让石猴文化成为嘉义人引以为傲的特色公益 刻在人们的心中 中正已报随遇产成效官 嘉义市报道